现在我们开着房车前往喀纳斯湖景区 喀纳斯湖景区 喀纳斯是蒙古语 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湖 我和老杜享受半价票 再加上车票一共花了300元 喀纳斯湖景区由高山、河流、森林、湖泊、草原等 奇异的自然景观 现在路过的是喀纳斯村 它跟和睦村基本一样 都是高山峡谷中的村落 现在家家户户都开启了民宿 小阿太看我没跟上就不走了 喀纳斯湖是由高山的冰川溶水 还有日常降水而形成 湖水最深处可达188米 是中国最深的兵器艳四湖 它是坐落在阿尔泰山深山密林中的高山湖泊 湖面海拔1374米 面积45平方公里 蓄水量达53亿多立方米 喀纳斯湖中有一些观赏鱼 还有一些食用鱼 食用鱼主要包括是狗鱼 五道黑 扁花 小白条等等 由于它的湖水冰冷 不适合大量的鱼类养殖 所以鱼类产量很少 喀纳斯湖主要用于旅游观光 一二三 喀纳斯湖有着几分神秘的色彩 那是因为一直存在着水怪之说 人们曾经看到啊 湖里有一些很大的水生物 不知道是什么 常常把在湖边饮水的马匹 拖入水中 这成为了喀纳斯的未解之名 野尸 羽生 看好了我们就走了啊 离开加大湖了啊 看的是谁啊 他这个 这是水塘里的野鸭子 这是在返城的途中路径的沃隆湾 这里是康纳斯湖的排水口 河湾中心是一块植物茂盛的沙粥 酷是一条静卧在水中的巨龙 大牛来了 从喀纳斯返回布尔金县城的途中 我们下车驻驻 喜欢这高山下的草原和成群的牛羊